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迷迭》 第105集,谁的女人,谁心疼 惊吓得工作越来越忙 陆毅也忙着自己的科研课题 婚礼的两位主角一天忙似一天 当真把婚礼的全部准备事项都推给了老陆和金妈妈 可金妈妈平时的工作也很忙,筹备婚礼的事情 最后就落到了上官和层服的身上 两个可怜的特别助理 自己都还没有正正经经地交往过男女朋友 却要帮陆毅和金夏筹备婚礼 用手忙脚乱来形容他们两人现在的状态都有一点不足了 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上官有些歉意的冲阳月笑笑 他知道他对他的心思,他也并不掩护他对他的这份喜欢 只是太忙了,想抽空见一面都成了奢侈 和他的关系 也就自然而然地停滞不前 杨月两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不时偷眼打量上官 他和眼外禁副架里,满脸写着疲惫 和刚刚在楼下跟同事们精神抖擞地打着招呼的职场女强人完全不同 现在的他,才是卸下伪装之后的他,一个生活里真正的他 杨月抿抿嘴角,为自己狭隘的小心思感到内疚 他最近约他,每次他都说很忙 他有些吃不准,他是真的忙 还是想找个借口拒绝他 今天坚持着下了班来接他 从下午五点半一直等到快十点,才看到他从楼上下来 原来,他是真的非常忙 你,饿不饿,想不想吃点什么东西? 不想吃了 上官的声音里满是疲惫 杨月嫩嫩地嗡了一声 继续开车送上官回家 没几分钟的时间,上官就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杨月放缓了车速,调整了空调的温度,关闭电台 稳稳地握紧方向盘送上官回家 上官毫无察觉 歪靠在座椅里睡着 直到手机铃声响起,他才混沌着醒来 眼睛还没睁开 手机已经下意识地被他握进了手心里 喂 哦,婚宴的餐单你先发给我一份 我三天后给你回消息 行,谢谢 拜拜 挂断电话,上官疲惫得柔柔眉心 反应了一会儿 他才想起来自已此刻还在杨月的车里 抱歉,刚刚睡着了 你,婚宴,是要结婚了吗? 杨月有些艰难地开口,眼神不安地飘忽着 他从来都不知道上官有男朋友的事 也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筹备婚礼的事情 刚刚才生出的希望,一瞬间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上官低叹一声,悠悠地松开自己的安全带 不是,是惊吓和陆老师 只不过他们两个都忙 婚礼的事情就推到了陆董和金总的身上 然后他们两个也忙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陆董的助理来做了 杨月,我先上楼了 今天谢谢你 哪天有空了 我请你吃饭 等等 杨月心里一喜,按住上官的手臂 拦住他将要下车的动作 上官低头看一眼被他扣住的手腕 吓得杨月又立刻松开 我是想说,你们都这么忙 要不然准备婚礼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你 可是你没有处理过这些事情吧 你也没有结过婚啊 可,这件事情是金总交代给我的 我在委托给你,不好吧 我和金阿姨说,你先回家吧 好好休息,等我的电话 杨月松了安全带,催着上官下车 他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找到喜欢的工作 正好闲在家里没什么要紧的事情 他帮金夏把关婚礼的事再合适不过了 上官犹犹豫豫地下了车 想再拒绝,杨月已经推着他往楼门口走了 我是做哥哥的 替妹妹筹备婚礼再合适不过了 你乖乖回去睡觉 以后这件事就踏踏实实交给我就行了 可是 别可是了,赶紧回去睡觉 杨月霸气地送上官禁电梯 冲他白白手 哥哥替妹妹筹备婚礼自然是应当应分的事 替女朋友分担工作的压力也是情理之中 哦,不对,暂时还不是女朋友 杨月抿民嘴角,暗暗笑自己有些太心急了 她抬手看一眼时间 决定自己亲自去找金夏和路易一趟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不提前告诉她也就算了 办个婚礼还得找别人帮忙 虽说她是陆师兄陆老师 可那也是她的妹夫 杨月挑挑眉替自己打气 这个筹备婚礼的事 无论如何她都得接过来 不能再让上官这么辛苦了